大家好,我是居住,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还要分享一下Model BT by CCRD的Ut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和大家讲的一个点呢 就是它整体的车架设计 还有它的强度方面的问题 因为这个车架其实就是Model GT这个平台的一个2.0版本 2.0版本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调整它电机座的位置 实现安装更大的电机 那么它的各方面的强度 包括摆臂材料各方面 其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验证 目前来看还是非常够用的 包括是上8S之后 因为轮胎其实也就这么丁点大 这个是一台公路车 远比我们的这些越野车要小 所以在齿轮方面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跑起来也非常的丝滑 它的玩起来的两种模式状态下的感觉和风格 因为它是一台公路车 但是我又希望它可以去更多地方玩 不要老是卡地盘 我们又没有赛道 怎么办呢 我们就来调整这一个车高 然后多拧一点预压 它把这个车子顶得高一点 但是呢带来一个副作用 就是其实车子会变得有那么一点点硬 它就是有点这个弹的这个状态 但是呢问题不大 我们不会说让它去飞去干嘛的 只是在公路上平着跑 其实是没什么营养的 但是在很极限的时候呢 它稍微会多一点这种 就是轮胎在这个地上震 或抖动跳动的感觉 当然呢这也要分情况 比如说你把陀螺仪关掉 完全靠你自己的去操控的话 如果你推到很极限的时候 你再去推的话 它其实它是会带一点点这个 就是突破轮胎极限的这种 抖动和跳动的 这个我觉得说也很正常 那毕竟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公路车型 重心很低嘛 那你在急转弯的时候 它就是会比较容易突破轮胎的极限 但是呢你如果说是有一定的这个操控经验 通过油门的这个匹配 以及是说转向的这个搭配 甩尾啊飘移啊 然后高速的去转向各方面都很容易 它为了追求这个高急速 就是用这个电子刹车的力度呢 其实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机械刹车 就是一个补偿的作用机械刹车 还可以让你去玩一些花样的操控 比方说我们去飘移甩尾啊 这样的一些操控的这个动作 因为它就放在你的这个小按键上面 用拇指一点就能按到 那我包括我是拉了急速很快 从前经过之后要减速的时候 我也是会带着这个刹车 这个就是手闸刹车去啊来减速 它这样减速会更快一点 而且也比较的稳定 你不开陀螺一下去玩的感觉 它很直接非常的敏感 非常强烈的这个响应 但是呢也带来一个话题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像8S这么强的动力 你想去拉高速 包括是用这个动力去飘移的话 那你想更轻松的 比方说我在这个单手的操控情况下 或者说比较容易的情况下 想很轻松的去实现飘移 那需要有陀螺仪的辅助 那在一些它就是说转向过渡的时候 适当的去手游门和做反打 来辅助你的操控 那实现一些横走啊 实现一些定源啊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我不是说一个飘移车的玩家 那我也不是说很专业说在这一块 但是呢有陀螺仪的辅助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动作就会变得容易很多 就很轻松就可以实现 我这个车子想往哪里横 要去甩这个动作 也不容易说一下子就甩过头啊 这样子的它会有一定的帮助 很多小伙伴就是也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说想体验这个速度与激情 那可能未必说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我只是想让这个车子高速的从我面前这样 这样去经过 体验这种速度与激情 那这个车子定位也在这个上面 那你想你一个车子 它要有这么大的一定的这个重量和尺寸 一比七的这样尺寸 然后够足够大的轮胎 之后呢 你去拉高速拉急速的时候 首先它的轮胎的抓地力就更强了 它的失控啊 或者说它的一些不稳定因素 其实会下降 或者说这样子一个车压平台 它的急速的极限也会来得更高一些 那包括它有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这样低趴的一个车客的设计 前面有这样子的啊 一个前产后面有扰流板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这样子的尾翼 来提供下力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我拿它去玩的时候呢 可以感觉到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我开启陀螺椅之后 我去拉急速 我只要稍微的去控制一下油门 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很快的这个行驶 而且可以连续好几秒 一直扣着地板油 它也还能很直的往前去冲刺 那这对于我们拉急速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的条件 当然你要说真的要去拉急速 它还需要具备一些条件 比方说场地的因素 我们需要有足够空旷的 足够宽的 足够长的一个场地 尽量少的一些干扰 那我就是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很合适的地方 去拉这个急速 周边都很多这种环境 都会有小朋友要看啊 围观啊干嘛的 那我只能说 稍微的在这个两三百米范围内去拉一下 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加速潜力是非常好的 Fasion它自己的这个轮胎里面 是有这一个复合材料的 那么在高速的时候 它也不会甩柄 以及是比较好的动平衡 才能让你去持续的加速 不然的话你加到一定速度 它开始甩柄或者动平衡 有问题的话 这车子会跳会抖 你马上车子就会失控 那我在这个玩的过程中 没有察觉到还有任何 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那我觉得这点也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说它本身车架设计的稳定性啊 以及是它的重心啊各方面的配置 包括是说这套托轮一辅助系统 对于你拉急速它其实有很明显的加持和帮助的 当然要结合你每个人的手感 有的人觉得说我干预太多了 那我就感度调低一点 有的人说我操作的可能不是很灵活 经常会转过头 我比较开关手 那我就把这个感度的这个辅助开的更多一点 那觉得就有一定的帮助了 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车子能不能去玩拉力这个话题啊 其实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一个点的话 就是说你肯定要牺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这个前产它肯定要磨损 或者说我把这个前产索性拆掉 那拆掉的话其实就可能会伤到车壳 那如果你有点舍不得车壳的话呢 你就保留那就是磨它 那这片尼容片的话 其实也就30块钱多一点点 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 而像我这样把车身升高 基本上我在草坪上面都是可以跑得起来的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轮子会把这个草啊 都推到你的车壳里面去 这个是一个问题 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呢 应该是说我们想办法在车壳里面包围着我的底盘 从这个车壳的底盘这里出来 然后延伸上来这样包过去 挡在我的这一个前面的这一组电设备前面 其实这个方案我之前有看了过 有人就是用那个买蛋糕 不是会有那种塑料的那种类似PVC 还是这种就塑料膜嘛 你就剪一些造型 然后窝一下折过来 然后一插一卡就可以了 也希望厂家出或者有副厂出 或者说还有一个方案 有弹性的那种纱网兜从上面包下来 围绕着这个你的这个中间电设备舱这个区域包下来 其实就可以实现一定的防程的作用了 它的这个悬挂其实升起来之后 因为它尺寸真的有够大了 它是一个汽车 升起来之后呢 觉得它的这个离地间隙 其实我觉得草坪上面比较平的 或者说在一些比较平整的土树上面 已经是可以去玩可以去拉的了 这个还是没有完全解开它的百逼的限制的一个情况下 包括是说这个车子这个平台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去调整厂家 就直接拿这个平台去开发偏拉力风格的车子吧 它尺寸大了之后 本来它的适应性就很强了 基本上你平时出去玩什么广场啊 带版游的一些荒废路线啊 以及是一些这种废气的这种路啊 上面有些灰尘有些土 你都可以很尽情的去玩耍 包括我今天玩下来可以看一下底盘 基本上是刮不太到的 为什么会刮不太到呢 就是因为它这边啊 这个它中间的这个设计有一个改进的地方 它中间又给你加了一块这个护甲吧 原厂护甲 这里有一块这个就是尼龙板夹在这个就是中间 金属底盘的这个中间 那一方面的是它可能会影响到气流的那个作用 但这个我就不懂了 它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在一些你遇到冲击的时候去耐磨嘛 那唯一露出来就只剩下这么细细的折弯折出来的这个边 包括下面还有一条边以及前后呢一点点 那本身它前后都有这个的高度的高度差来保护到这个地方 那你就贴一点犀牛皮这个底盘就不太容易刮到了 它的金属部分本来外露的就很少 那你稍微贴一点犀牛皮 像刚我贴了犀牛皮它都没有说在蹭到刮到 我甚至是去这个越野路段上面跑了 但是还是讲到这个话题 你要尝试拿它玩越野的话 一定要注意就是防尘的工作 以及是防止说这个电机啊散热器里面进入到一些草啊 一些灰尘影响它的运转 那这样子因为你如果说它转不起来 那你过了就很快那很快就会停车 也不会说一下玩坏掉啊 就是说你麻烦吧 主要是其实是说麻烦 就是因为你清理起来其实很麻烦的 然后这样子它灌进去 甩起来轮子往车壳里面灌 是非常大的一个量 如果说你不套防尘罩的话 那不像说我们玩一些大脚车 脚在外面它甩土都甩不到车壳里面吧 那你这个是靠风吹进去的那个量是很有限的 但是这种壳子套起来就比较尴尬 所以说就是哎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车壳其实设计上面 有人也说了低了一点点 可能也是为了风阻吸收 为了拉急速各方面 包括强度啊 这个车可越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大的转角 相对偏扁平啊 偏这个一条这个大的曲线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它就越不容易坏 越不容易破 包括是我这次甩尾的时候 有一次直接这边砰往树上面撞上去甩上去了 也就是轮胎上面的硬花蹭掉一点 然后车壳有一点毛啦啦的感觉 都没有说发白 因为PC很厚嘛 那你这种毛啦啦感觉 其实你用高的这个砂纸一炮 它跟新的一样 它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呢 它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 我的这个车壳 它其实因为它降的非常的低 所以说我里面没法再去容纳一套这种 就是我们讲一下 就是像防尘的这个结构了 就不太好装了嘛 不太好去设计了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车壳设计的再高一点 或车壳柱再顶高一点点 其实对整体美感影响很有限 但是呢 这里再腾出一点空间 去做一个阻隔 那我就玩起来更尽兴 包括是说其实你这种橡胶胎 它虽然说它的是这个中度的 它比较内磨 但是它磨起来说 还是会喷出一些黑色的这种橡胶颗粒 像要粉末的 那它也会喷射到你的这个舱里面 特别前轮是会往你的这个 怎么讲 就是你的这个设备舱里面去喷的 虽然说我们看到它这个地方 轮胎这个地方 其实它已经有可能考虑到了 就差一点点这个意思 就是它这里不是已经录了半截轮胎出来了吗 那相对来说 怕喷射就会少一些喷到里面去了 其实只玩公路的话 它里面是很干净的 就有点灰嘛 如果说你去玩越野就没话讲 那你的土往里喷的话 量会很大 但是如果说它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位置 就是加一个挡板 它直接轮子喷出来的挡住 其实这个就已经减少掉很大的量了 那大家DIY的方向 其实也可以往这边走 而且这里加挡板 其实也不会影响 因为我轮胎怎么样上下呀 左右旋转 它都不会蹭到这个地方 它已经是它的远离它的一个位置了 在这个方向垂直进去做一个挡板 挡住它 连着车壳也好 连着这个车底盘也好 都是可以考虑的啊 其实这种线程的方案有很多 包括其实会玩3D打印的小伙伴 也可以行动起来 这个车子 相信后来会来有很多很多的玩家 会去跑会去玩 那它这个车子 首先就是一个平台的上手的难度会非常的低 特别是加上飞绳的这套IFSM的这个稳定系统 即便是8S 我觉得操控起来没有特别难 除非说你要浪 你浪的话什么车都会出问题 就是你不浪 我看好我今天这个场地 宽度有10米 然后纵身可能有个300米500米 前后300米总共600米的一个空间 没有什么人 那我在这个前提下 我知道我大概前面先云加速个150米 然后在全油门跑了三秒 已经非常爽了 那个时候速度已经非常非常快 你听到电机那时候哄你那种 感觉已经很刺激了 其实我觉得玩这种急速车 你未必说我真的说 我拿个马表出来去量一下多快 因为你玩RTi的车子 其实每个人拉出来速度 最后都是一样的 就没什么好去量的这个点 觉得没什么太大差别 当然了作为说你的这个 如果说你对于说拉这个速度 成绩出来 觉得是想要去挑战的 觉得是有乐趣的 那你也可以去尝试 包括是后期 调准轮胎啊 调准持笔啊 换更猛的电子设备啊 换更更多的一些东西升级 在这个平台上去挑战更高急速 我觉得说你有把握上到200 那这就是真的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 因为原厂160到200这个提升 我觉得就是又一个很大的台阶了 但是160对于这个色彩来说呢 应该算是比较容易去实现的 只要你有一个够大的场地 就可以去实现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小场地里 它都很轻松很快 速度就拉上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玩下来的一个感受 那后期的话呢 我再考虑说我们去找一个场地 真正的安全的 然后可靠的 然后在这个有玩急速经验的玩家的指导下 我们尝试一下 能不能把它这个原厂急速给跑出来 因为我觉得说它的硬件上面是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主要还是要看场地 你有合适场地才能玩这种 就是说我们测这个急速成绩的这样的一种玩法 但是你只是单纯说从自己面前快速的 这样刷过去 这个已经是很容易去实现的一件事情了 然后讲一下这个吐槽点 就是说如果说你玩这个车子开一半 突然像我这个视频里面 一个刹车甩进草丛里面了 一般情况下人走过去把它抬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草坪的话肯定是要比你路边要高的 那它是个斜坡 那它出来的时候 它头是这样插在地上 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力的 而且是会被卡住的一个状态 你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去竞赛 能不能去赛车 这个东西呢 我就没有这个专业的这个知识和这个点评了 但是整体上来讲呢 我的感受是它如果去竞赛的话 那去找到同级别的车子去比的话呢 娱乐车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厚重 它在这方面是比较劣势的 其实在这个直线加速上面可能还好 但是在转向上面 它相对于这种竞速车啊竞赛车 它是会比较弱势的 娱乐车它主要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结实 但是相对来说带来一个副作用 就是你的重量会比较大 那么在转向上面 你肯定是吃亏的 你转向的极限也比别人弱 转向的速度也比别人弱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这个赛道里面肯定是会吃亏的 即便是说啊 你觉得你直线加速会更快 但是你的弯道里面会损失很多时间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感受 当然这个东西呢 也要看你的调教 就是以这个车子 每个车子其实怎么讲呢 只要设计的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啊 适当的去调教和改装呢 它都是可以去实现一些啊 它的在这个它本身定位范围附近的 这样子类似车型的一些需求的 譬如说拿这个车子 我们适当的去做一些轻量化的这个处理 包括是针对它的这个比赛的需求 我们去调到合适的这个动力和持比 而不是拉急速的这样一个持比啊 这样一个动力 换上竞赛的这个公路轮胎 更高的抓地力 然后涂上胎水 那我觉得说它也没有说会一定比别人的竞赛车就弱很多 那包括就说 哎呀我想说拿去跑拉力 把这个车的这个悬挂再升高一点点 然后换上这个拉力的这种钉胎啊 一些越野的轮胎呢 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玩法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说大家自己可以去慢慢去摸索的东西了 也是说改装的一个乐趣所在 8s的动力给你一个很大的这个空间 那当然你也想说啊 我今天不需要拉急速 我可以用6s去跑 我只是比较有用6s跑也很舒服 也很丝滑 那如果说我想拉急速的时候 那我换上8s电池 它又有很澎湃的动力 又可以拉得很快 最后简单说一下 就是这个灯光系统 上一期视频里已经其实有比较深入的介绍了 就这个灯光系统 它是可以通过你开关去切换不同模式的 有很多个款式可以去选择 那你就是说 特别是晚上去玩的时候 就比较拉风一点点 对吧 有这种很强烈的远光灯啊 包括是各种炫彩的灯光 那你可以考虑不同的场景里面 去搭配不同的这个灯光模式去玩 然后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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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去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车子 现在目前还是之前说的老话题 飞行应该抓紧把车壳里面的防尘做掉 其实你哪怕是玩公路 它的胎甩出来的这个颗粒啊 包括是公路上面的一些灰尘 它还是会清进去 对吧 就还是会脏嘛 那如果说你给了这个防尘的话 甚至是可以玩一点小拉力 小越野的啊 虽然说它这个悬挂行程 相对于这个车子的这个比例来说 也没有多长多高 但是它毕竟是个1比7的车子 它怎么样都比小车的通过性要好一些些 它轮胎也比较大 可有的时候不行 它实在满一满 它也就满过去了 当然就是可能底盘会磨损一些啊 那底盘的话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还是很新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你玩公路的时候 基本上不太容易磨损到这个底盘的 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话 金属的部分 它附近有很多尼龙的包裹 那你磨损到底盘的概率 就大幅度的下降了 那我相信很多小伙伴玩车的时候 也会比较啊 在于这个点 就金属的部分有磨损的话 他觉得哎呦发白了 不好看啊之类的一个话题 那我也是贴了一点点很薄的犀牛皮啊 我想说贴一点啊 象征性的贴一下 结果这个很薄犀牛皮蹭都没有蹭到 还是跟新的一样啊 包括是我这个车子目前是公路上也去跑了 然后这种草坪啊 越野上面也去跑了 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综合的感受和体验吧 那我觉得说比较适合什么样的玩家 就是你对这个外观造型很喜欢 同时呢又喜欢速度啊 喜欢高速的啊 喜欢飘移的玩家 那这一款车子还是不错选择 然后飘移玩家比较在意的轮胎损耗的问题 现在这个车子有个好的点是什么 它轮胎是标准尺寸的 而且呢前后一样大 那你后面负长轮胎也好 什么轮胎也好 换起来就会很方便了 那轮胎的磨损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 中等粘度 中等硬度的这个轮胎磨损就还好 即便是磨成光头的 你反正是飘移磨成光头有什么关系 磨到破掉为止 你都可以一直玩下去的一个东西 OK那么今天视频到这里 在我主页还有个人的RC玩资讯 我是你们期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